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是运动三角家长 教练和运动员之间的关系 通常被称为运动三角athletic triangle 运动三角的顺利运行 是网球运动员的成功逆绝 运动三角强调并教育了家长 教练 球员各自的角色和责任 当三者明确各自的角色并充分合作时 运动三角才能发挥最佳效果 孩子能够增加学习网球的乐趣 锻炼团队协作 社交能力和领导力 教练能获得来自家长的更多支持和理解 家长 教练交换彼此的意见 一起更好地理解孩子 知道孩子身上的优势和不足 携手解决孩子遇到的问题 让孩子的学球之路更健康 持久 如何正确认识家长教练球员的角色球员 是运动三角建立的首要前提 作为球员 需要遵守这些规则 一 训练和竞争的内蓄力 网球不仅是为了得分 排名和奖杯等外部奖励 它也是一项非常令人愉快的活动 作为球员 他必须要有自我去动力 有兴趣 有意愿来从事这项运动 如果孩子是被逼着来学球 将会很难坚持下去 最后的结果也不会好 二 自律 球员的很多言行举止是在家里养成的 家长要告诉孩子 不管是在场上还是场下 都应该保持良好的行为习惯 学习如何和一起训练的孩子相处 帮助树立诸如诚实 勤奋 自信 真诚和友好这些重要的人生价值观 三 与教练积极沟通 球员不能只是遵循教练指示机械的训练 他还要积极与教练互动 告诉教练自己的训练感受 以及从教练那里获得有价值的训练反馈 离开父母的支持 孩子根本就没有机会打网球 作为家长 也需要遵守某些规则 让运动三角运行良好 一 家长要为孩子树立榜样 要注意在孩子面前的言行举止 孩子在家里看到的 听到的 会直接反映在孩子的行为上 也影响孩子与其他球员 裁判 教练和这项运动的关系 二 家长必须从小就向孩子灌输最重要的人生价值 让孩子受到正能量的激励 三 家长不仅为孩子提供物质 后勤上的支持 还要提供情感上的支持 比如说 家长要不断地鼓励孩子 也可以身临其境 参与到孩子的学球过程中 来 多引导孩子分享他们的学球感受 作为孩子和教练间的交流纽带 教练在孩子学球过程中扮演着导演的角色 他指导 引领着球员的发展过程 帮助球员获得提升和进步 作为教练 需要遵守 一 教练利用专业知识 来提高球员的技术 战术 心理和身体技能 二 教练为球员的发展 制定短期和长期计划 并指出网球训练的关键窗口期 以及孩子可能会遇到的挫折 三 教练负责分析和评估球员的成绩 四 教练向家长反馈孩子训练时的表现 一起解决孩子的某些问题 教练在教学过程中 能够敏锐地发现孩子存在的不足 遇到的瓶颈 比如有些孩子的手眼协调能力较差 教练就会告诉家长 家长要多一些耐心 我们要先改善孩子这方面的能力 让孩子知道怎么去打网球 技术才会慢慢提升上来 网球家长容易陷入的培养物区一 忽视家庭教育的作用 家长应该是孩子的头号粉丝 你要支持孩子 与他们同甘共苦 鼓励孩子 让他们快乐且自信 当你带孩子训练 或者聘请专业的教练训练孩子时 你必须明白决定孩子是否成功的重要因素 是家庭教育 自律 言行以及职业道德等品质 都是在家里面家长应该教给孩子的 这能够让教练的训练工作进展更加顺利 而不是让教练同时承担教学和家庭教育的双重责任 二 过早专项化训练很多家长认为 孩子从小只专注于一项运动 会增加孩子未来成为职业运动员的几率 一定程度上 这种想法是对的 我也不认为这是一个糟糕的计划 我只是不相信或者说不推荐这种规划 专业化是一件好事 但是我认为这应该等孩子长大一点 而且他们表现出只对某项运动感兴趣 才让他们专注某项运动 另外 孩子还在长身体阶段 他们的身体还不足以承受长时间的高强度训练 所以 家长要鼓励你的孩子 多尝试不同的运动训练 让他们找到自己最喜欢而且最适合的运动 三 家长对孩子期望过高 无论孩子做什么 家长们都希望他们是做得最好的 这也是为什么在培养职业运动员的时候 家长们总是期望很高 但成为职业运动员 是万里挑一 在美国 高中橄榄球运动员转职业的比例为1比4223 高中男子篮球运动员转职业的比例为1比11771 高中女子篮球运动员转职业的比例为1比15000 家长们不应该以培养未来的职业运动员为目标 而应该帮助孩子找到他们可以长期坚持下来的运动 一向让孩子感到快乐 并且期待下一次训练到来的运动 给网球家长的几点建议 一 运动 应该是令人快乐的 让你的孩子参加运动 最主要是要让他们体验运动的乐趣 并且从中学习一些人生道理 如果一开始你的孩子并不喜欢这项运动 那成为职业运动员的几率也是微乎其微 二 让孩子自己做决定 让孩子自己决定自己最适合什么运动 如果某天他们不想去训练了 不要逼他们去 如果他们想放松一下 就让孩子休息 三 好的忠告 一开始就要让孩子知道 他们打球 不是为了教练 不是为了爸妈 是为了自己 四 道德品质 胜败乃兵家常识 让孩子树立比赛中公平竞争的意识 鼓励你的孩子不断进步 朝更高的目标迈进 嘉宾作者 斯泰伯斯批奥赞比亚国家队网球运动员 两届戴维斯杯队员 2010年非洲奥林匹克运动会铜牌 赞比亚奥林匹克青少年发展中心主教练 赞比亚青少年国家网球队教练 四位中国学员通过网球特场进入美国波士顿大学 14岁印度学员 赢得2018印度ITFU16冠军 现为百特飞国际旗下黑马网球俱乐部教学总监 600家网球家长帮 Magetit BFI2014 欢迎你 百特飞 国际式中国体育家教育 Magetit BTFuture双A理念的首创者 通过为中国青少年提供高尔夫 网球等运动项目的培训 赛事 留学及大学校对申请等服务 将体育家教育相结合的精英培养模式在中国进行普及和推广 让更多孩子拥有强健的体魄和健全的人格 旗下有百特飞国际高尔夫学院和黑马网球俱乐部等实体培训品牌 请不吝点赞 订阅